老汉被强行拉进了一个仓库 刚想离开又被一个壮汉强行安住 被逼无奈之下 他不得不观看了一场精彩的魔术 结果前后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壮汉就开始找他要钱 说是观看魔术表演的费用 壮汉一把抢过老汉手提包开始翻找 不料里面什么值钱的都没有 不知不觉中老汉已经来到了跟前 看老汉手始终藏在口袋 这是啥声 啥声